我們今天模擬考 考301圖手畫 更正310 是軸資稱架 按照 市場規則圖手畫揮制時間是1.5 剛才老師有給你看這個東西 希望你 點一下用心看 104人力銀行 態度 證照 學經歷 等事會得到你的價值 你的對社會的貢獻人生財富以及自己的自由 一張證照高職大學薪水平均是多少 兩張證照高職畢業大學畢業平均月薪是多少 三張證照高職畢業大學畢業 平均月薪多少 這裡有的年薪高達150萬以上 104人力銀行歡迎你去查 這個有的做到比較高等的 你就不用自己畫了 你交給下面的工作 繪圖員就可以了 所以你學的越多 替自己爭執 想清楚 再來 我們先來看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 是我們的軸資深感 你在畫的時候 第一個 第一件事情要先步圖 步圖就是要決定它的位置 所以你要先畫中心線 這個是一個參考答案 不一定是完全要跟它一樣畫 先畫中心線 一般畫 我們都先畫圓 所以徒手畫先畫圓 還有孔的相關位置 尤其是底邊 你這個可以先定 先用除石線 那畫出這個之後 你再畫兩端 再畫中間的肋耳的部分 大概順序是這樣 那你畫出這個之後 前視圖在畫下面的 利用這個同一線 畫出下面的 那在畫下面的你有 兩種畫法 像這個 提供的 畫法 是 提供全部 你可以畫一半 辦事圖 知道嗎 你可以畫上班或下班 但是我這也不能講 我當作考試 那有的同學 在畫另外一部分的時候 有的版本 只畫一半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那一般投影 下面這個做完之後 你再投影過來 投影過來 你畫的步驟 也大致是 先定出圓孔的位置 這樣知道嗎 所以這是一個 參考答案 但是 不一定是要完全知道這個 到時候我們檢討的時候 會再告訴你 好吧 那 各位同學 你要有一個概念 徒手畫 畫得越快 繪製時間是1.5小時 時間到 就收券 你不可以再繼續畫 但是如果你畫的 比1.5小時 還要快 你在一個小時之內畫完 恭喜你 你替自己 爭取到 0.5小時 你可以開始做電腦畫 這個要 先有這個概念 這樣可以嗎 好 那二話不多說 就交給各位了 來 各位同學 你們注意聽 我們現在來講解 圖手畫 990301 圖手畫 310就對了 那我請這個 郭同學 當作示範 講解用的 這個郭新宇同學 他會犯的錯誤 他會犯的錯誤 也有可能 異會 我現在講給郭同學 你要注意聽 這個叫做 軸直撐架 我們題目在這裡 請看 題目在這裡 那 上一次老師在模擬考前 有跟你講 你們在畫的時候 前視圖先決定 戶圖決定 然後 先畫 主要的 圓 孔 中心的位置 再定外輪廓 再做相關的圓角 有的沒的 好 先來看你的字 往下看 我們模擬考的 設辨是 X1 Y1 這一點要小心 也就是說 郭同學 你在改 題目的時候 你要 三個字 Show me 色變 人家英文是 Show me the money 你要Show me的色變 你就先看他有沒有色變 像你 色變X1 80 正確 你看看有沒有80 色變Y1 32 正確 所以這兩個正確就沒有問題 你會發現有的同學在畫的時候 沒有把色變畫出來 或畫錯 就 透十分了 知道嗎 我希望訓練你 你要會去做 從改的過程中 會去改色變 好我們來看 第一個主要的大問題 第一個主要大問題 請看你這個地方 很顯然的 從這裡看過去 對不對 他這裡兩邊有垃 這垃裡面呢 有一圈 好像 墻 好像一個門 旁邊有四周的墻 對不對 我現在講起來你印象會深刻 所以這裡有平面墻 這個墻可能是 提腳板 放電燈的開關 剛才呢 你們家的門也是四周會有墻 請看過來你畫的圖 這就是剛才的樂 可是中間是應該有一個墻的 對不對 你這裡沒有一個墻面 放開關 所以你這裡是畫錯了 請看這裡 我在講的就是這一塊 這裡有一個周圍 有一面墻 所以這是一個大缺失 光這個我就可以扣五分了 所以要小心 像我們平分 老師 看三大重點 注意聽 有新的同學會聽 沒有新的同學 就會坐在前面 錄一下他們 拿三個 拿三個 我就不講 第一部分是上面 你這個圓孔表現怎麼樣 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重點 我們會看你下面這個圓孔表現怎麼樣 第三個重點 是看你這個樂 表現得怎麼樣 還有中間細節 所以像剛才老師一看 哇糟糕 這個缺失很大 這樣OK 好 剛才你還記得老師說 上面重點 你上面重點我看起來我都沒有問題 OK 現在來看底部的重點 底部重點糟糕有問題 第一個 這個 這裡有一個 山洞 中間 蹦糠 蹦糠裡面的天花板 會比兩邊這個圖額 這個圖額 圖額是J-Code 這個東西 這個圖額 看到嗎 這個圖額 這兩個圖額 裡面的三棟 的天花板 會比圖額還高 還高喔 所以看起來你畫的比他低 所以這樣子 你在這裡我強調你建議你畫一個 這個叫什麼 這是山洞的天花板的隱藏線 對不對 所以這要畫 你畫出來你會發現他比圖額高 這樣知道喔 所以你這裡也畫錯了 喔 再來 下一個重點 你這裡 有畫 旋轉剖面 這是熱 這樣畫OK 沒有問題 喔 記住 旋轉剖面 畫在原處 是粗實線還是細實線 你說 細實線正確 喔 來 我們 順便利用這個來複習一下 喔 在這邊 來 看到了 熱在零件上 RIP 這裡 旋轉剖面 旋轉剖面就是在原地 直接剖 從那個割面割下去 然後在原地旋轉 這裡都是細實線 你畫得很好 有抓到重點 沒有問題 OK喔 再來 這裡是細的中心線 你待會改的時候要小心 這個 這裡只有1mm往下嗎 細的中心線 有的同學沒有這麼畫 抓出來 錯掉 這樣知道 好 接下來我要告訴你 你還有四個小圓角也沒做好 這裡沒有把四個倒圓角做好 喔 所以 每錯一個就扣1分 42五入到10位數 你90分 這樣OK喔 接下來我要告訴你 Mega Mega Mega就是怎麼省時間 來注意看 你可以怎麼畫呢 再省時間 教你 從這裡切一半 畫左半邊就好了 右半邊不畫 也就是說 我們畫辦事圖就可以了 這個切一半 下面不畫 畫上半步 這樣又更省時間 這樣知道嗎 辦事圖 在我們 制圖實習第八章 我們就有教過 你要畫的時候 要省時間 你要成為高手中的高手 就要抓這個重點 辦事圖都是以中心線 做分界 喔 那我已經告訴你 你看這邊 所以到時候你畫的時候 以中心線畫出來 畫左半邊就好了 節省另外一半的時間 這樣知道嗎 我希望你學起來 學起來你就是神力女超人 就不會像一些剪腳的 臭男生一樣 你覺得我在說誰 歐美哥 同學畫一半 沒有在聽 你看坐在後面這位同學 就是這樣 來繼續講 同樣的你用中心線畫這裡 然後畫上半步 節省時間 這樣嗎 偷 時間 再來 注意重點喔 這旁邊會有兩個小平行短細線喔 好不好 這是畫半視圖要注意的地方 這樣有沒有問題 基本上你畫的圖很漂亮 也OK 線條也OK 大概是這樣 那你待會就改別人也是依照這樣相同的標準感 接下來我提供幾個不同的想法 或版本 因為有可能你會改到其他的版本 一種版本是這樣 有的人會在這裡做局部剖面試圖 局部 局部其實在我們七之五裡面 也有講過 在這邊 在這邊 這叫局部剖面 局部剖面你在改的時候的重點就是他這裡有沒有用矽石線 這樣知道喔 然後剪出來這裡有沒有出的輪廓線表現出來 有的同學 這個要用矽石線 你在改的時候注意看 好不好 好 再來 有的同學 這裡會直接 用中心線剖一半 這裡直接用 半剖面試圖 半剖面試圖 來看這邊 你要來會改 從中間用中心線 畫半剖面試圖 這樣OK喔 好 所謂半剖面試圖就是從中心線再弄十分之一 好來看這邊 如果 如果有些同學用半剖面試圖 這個尺度線 不會有右邊的結尺 所以只要超過中心線就好了 好不好 這裡只有這樣而已喔 小心 你要會改 好再來 半剖面試圖 左半邊的虛線不要畫 好不好 如果有人用半剖面試圖畫 左半邊他畫虛線 你就把它圈出來 這是為了教育目的 所以要救他 好不好 再來 這個版本他把 這個熱的剖面拉到外面來 我們這種叫做移轉剖面試圖 移轉剖面試圖 在 之前我們 課堂上也有講 這就是 移轉剖面試圖 他必須要沿著割面 拉出來 有的同學 移轉出來 他放這裡 不要 給他圈出來 打叉 好不好 移轉剖面試圖 這個輪廓線一定是粗的 有的同學 會把它放在裡面 變成旋轉剖面試圖 那時候 外面的輪廓就是細的 注意喔 我希望你要不要會改喔 舉個例喔 好來 像這個版本 這裡沒有這個版本 這都沒有 沒關係 有的版本他會花在裡面 記住他的輪廓是細的 就會變細實線 這樣會改了 細的旋轉 細的旋轉剖面試圖 我在講這個東西 斷面輪廓不可以用出線 應該是這樣 有沒有 外面都是細的 看到了 我在講這個東西 所以搞不好你會改 這個版本 跟這個版本差在哪邊呢 你稍微看一下 這個版本他沒有做 半剖面試圖 也OK 他把 拉出來的移轉剖面試圖 做一個局部 這樣也OK 我要你懂得怎麼去改 這樣OK 那其實大部分他這裡也沒有做局婆 也OK 但是站在 考生的立場 我站在教練立場 我要訓練你們籃球員 你覺得 要怎麼偷時間 如果是你 你要怎麼花 最小時間 但是你知道 都有各種版本 你的版本 你的版本幾乎已經是八十分了 你只要修改 兩個地方 畫 辦事圖 畫辦事圖 你又省更多時間 你光畫這個我跟你講 對你們學生來說 你覺得 可以省多少時間 你覺得可以省多少時間 半小時 半小時 省半小時 歐美格都可以畫一半就好 沒有 這個也可以畫一半 這個不可以畫一半 只有這個人可以畫一半 好不好 你都不要畫一半 大魚 大魚 請你動腦 跟小魚一樣的動腦 好不好 這樣知道嗎 過去有唸 好像歐少 這樣知道嗎 這樣會不會改了 會改了 那 我這一疊 我希望你就透過 像你就是畫錯這個地方 希望你透過這個方式 學著像我老師這樣去改 找他麻煩早餐 這樣好不好 好 講解到這裡